远航机票急出托,金门机场报退票仇 远东航空12月12,无预警宣布,13号起停飞 消息一出,不止员工错愕,就连金门澎湖民众也恶然 运气比较好就是订到今天,不然原本是明天要飞 然而不是每个民众都这么幸运 交通部民航局马公航空站表示 远东13号早上10点,高雄飞澎湖 11点20分,澎湖被高雄航班照常外 飞台北、台中及部分高雄的航班均取消 合计共取消17班次,一乡旅客高达829人 我票真的在推啊 原先已经排好的行程,现在全部都要做更改 幸好7点半,这临时给我们取消,不明其妙 听说那个市区的旅行证被引爆嘛 那时候就来机场,结果还是蛮多的 远航停被消息一出,金门县政府立即成立 请期应别小组,洪湖县府也在晚上6点45分成立 我们也在县府各乡镇公所以及网路上受理登记 到底有多少民众买了远航的票无法兑现 后续来协助民众采取消费者的保护应有的潜意 我们希望远东他不能开交,但可以跟别的航空公司来合作嘛 换到立荣或是华信的啊,给我们一个方便啊 宏县委员要服务处表示,已知13号立荣与华信 宏县台北有增加部分航班 高雄部分影响较大还在协调中 目前也考虑动用军机 远东无意境天飞,而2020总统大选在即 春节也将接踵而至 民众忧心届时权益受损 很怕过年收回不来啊 你可能没在台湾看不太尴尬 针对这一次大选以及春节的机票调查了解需求 然后协调民众局来做应应 居澎湖县府旅游出统计 远东航空非澎湖的班次 列站澎湖航线总运能三成 明年农历春节 澎湖航线共1516架室 共有11万4410个座位数 其中远航站286架室 初估约提供2万1000个座位 将立即洽民航局协调立荣华信航空 加开班机及棒大机型 以补足远东停飞后的缺口 金门县府则表示 将协助远航员工争取应有权益 事业的员工社会处也积极介入 针对这些事业的权益予以求赏 透新闻金门澎湖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分析